天天话题之风华资讯 由Concord Pacific 协评世博集团 特约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 加拿大版风华资讯 我是主持人袁波 琴技术画乃中国古代文人 引以为傲的四艺 而其中呢 这个琴艺被看作是这个四艺之首 那么可见它极高的艺术形式 自2003年开始 古琴音乐被联合国列为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呢 在世界各国各地都受到了越来越重视 那么在加拿大温哥华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呢虽然是从事的是不同领域的专家 他们来自于不同领域 有教育的 有研究这些文学的等等 但是他们都身上都肩负着同一个使命 以及同一个责任 也就是在加拿大致力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 特别是中国的古琴文化 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在现场有请到了这三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知名的这个华裔加拿大古琴演奏家 以及教育家汤月明老师 欢迎您 还有我们的这个知名的加拿大汉学家王健教授 欢迎您 第三位嘉宾呢是我们的这个李莹教授 他主要从事的是这个中英的这个翻译 也是知名的翻译家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 首先可否请大家分别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领域的 但是都是在为了推广这个古琴文化方面都一直在努力 然后我们跟大家去说个嗨 大家好 我是汤月明 我的英文名字叫Diana 我从小大概十几岁就移民到温哥华了 我现在从事业教古琴 还有跟学生们研究一些古琴与文学 以如是道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非常棒 谢谢您 那我们知道这个王健教授 不仅是一个在这个会说一口地道流利的中文 他也是一个中国通 他这个特别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学 以及他的历史 那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太过奖了 各位观众你好 我叫王健 英文名字 本来的名字是Jan Walls Jan就变成健 Walls就变成王 所以叫我王健 在布鲁建古鲁米亚这里的三所大小 教过38年的中文 语言文化跟跨文化沟通 现在退休已经有十年了 所以但还是一直在从事这个推广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那当然了 我没别的本事 好了 第三位嘉宾李莹教授您好 各位观众好 我叫李莹 我的英文名字是以邦 我在不同的大学工作过 教过 在本省的三个大大学呢 也教过语言 文学和文化 也从事很多年了 就这样吧 好的 那首先呢 就我想向我们的这个教育家 古鲁教育家来发问了 那我们就是您跟这个古鲁之间的缘分 也一定是非常的深厚的 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同时您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这个您觉得这个古鲁 给您的这个人生带来了什么重要的影响呢 我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小呢 就从香港移民过来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呢 我妈妈跟我的朋友呢 就把我要学中文 到了这个地方 那我后来呢 遇到一个香港的前辈 他就是我去读中文 读中文的时候 他教我们背四十五经 大学啊 中庸啊 论语啊 孟子啊 还有道德经 清静经 佛家的六祖堂经 心经跟金刚经 就是为了学中文 来背这些的 当我读到论语的时候呢 就论语里面孔子叫他的弟子都要写古琴 当时我就觉得很好奇 比如说延回写古琴是很应该的 他修着是德恶课 但是子宫要写古琴也ok因为他是一个商人 但你想一下他子路都是谈古琴 就是我们温哥华士文化沙漠 我觉得啊 没有古琴老师 我就学古征了 所以古征一段时间呢 就遇到一个中文音乐学院的老师到来 就叫古琴 就最后终于学到了 中文以求的这个乐器了 那您觉得这个古琴音乐 它最大的这个精髓是什么 古琴音乐的它主要是轻微淡远 它的音色呢 都是弹琴是弹给自己听的 它特别是一种 它是一个工具 当你弹琴的时候 是一种修养自己 不是弹给别人听 都是古人估计 就是一种修心的一个工具 那我现在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中国古代 有那么多的王侯将相 以及这些才子佳人 他们都愿意去听这个古琴 去弹奏这个古琴 而包括现在的人都是 那可以理解它是一个 怎么说 在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鉴赏情趣 然后它也是一个证明 你拥有一个非常高射 很高尚的一个道德情操 然后你有一个非常深厚 文学底蕴的这样一个象征 王教授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觉得原播的看法非常对 在中国传统社会 从早在那个周朝开始 已经有人那个就是说文人 稍微有一点点文化了底子的人 很多都会那个自弹 自唱 诗经里边的什么小雅 大雅什么的 很有名 或者那个之后 一般的励志要做君子 做文人 当然要掌握四义 那四义之手 你刚才说的琴 琪 书 画 第一个是古琴 那当然要掌握古琴 那我们现在这个古琴 它与文学之间的这个关系 可以看得是特别深厚的 那它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 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都这么热爱古琴 以及它所带来的这些文学呢 这样子 所有的就像汤老师 开始研究或者学习 中国文化文学什么的 你离不开诗词 那你几乎没有一个时代的 有名的诗人或者诗句 没有古琴的 没有提到古琴的 不管是王维那个独作 幽黄礼弹琴 傅长孝 身临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或者这个李白 跟人家喝了个鼎鼎大醉之后 我醉欲眠清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什么 这些古琴跟诗词 诗歌又离不开的关系 所以你要把自己 练成一个有文化的人的话 你至少要了解古琴 最好是掌握 那个基本的谈法 那我们现在这个古琴文化 在当今这个社会 它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子 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问我的话 在中国 在大陆 最近 有几样传统的东西 开始回复了 本来已经 最近几十年 大家都是向前看 对不对 结果小看传统文化 不过呢 由于一些名人的努力 像什么叶家迎教授 现在对传统诗歌的 朗诵引唱的人 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我觉得很有道理的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对掌握中国大中国的 那个传统文化的内容 都感兴趣 那古琴也是其中之一 跟诗词有离不开的关系 我记得上个月 我跟您见面的时候 我们也聊过这个古琴 您当时跟我说 就是虽然这个古琴 也现在也是一个 也备受人家喜爱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每次大家一提到琴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钢琴 小提琴 这样的一个西洋乐器 那么在这种西洋乐器 比较流行的今天 您觉得就是您用了一个词 去描述这个古琴的状态 您说它是一个孤独的艺术 对吧 您还记得吧 那就是您觉得 就是我们怎么样 去推广这个古琴 能够让它变得不孤独呢 所谓孤独的意思是说 它并不是在一个 那个大的舞台上 给一个很大的 那个听众表演的 像钢琴啊 像几乎别的 所有别的那个乐器 对不对 它是一个人 或者它自己在 在这个修身养性的这个练习中 自己练的 要么是跟知音 跟知音跟好朋友 几个好朋友之间 弹琴 那个朗诵诗什么的 所以这个很难把它搬到一个 那个大众听众的那个 前面那个表演 所以比较难一些 但是并不是说 它一定要把它看成一个 孤独的乐器 你练的时候 当然是你自己一个人练 一般最有名的 那个弹吉他的 那个大明星的 也是自己孤独的练 在练习 但是也可能 多数都是 那个几个朋友之内 那个人家想唱起歌来 那个他就拿出 一个吉他来弹的 可以有这一类的 那个作用 几个人在一个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任何的人 都不是在那个 大听众的那个面前 那个说话唱歌 或者弹奏乐器 对不对 都是跟几个朋友之间 那这个正好 那个股钱在几个朋友之间 可以 然后就像那个 您那个这次的节目 可以通过那个媒体 来给大家推荐 这种 推广我们这个股钱 对对对 这是个办法 那李教授您觉得 在这个推广股钱文化当中 就是目前现在处于 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然后还遇到 哪方面的困难呢 我觉得 当然两位已经都说过了 这个鼓琴 并不是一种 大众的音乐 所以呢 在整个在普及方面 肯定不会 不会像那个流行歌曲 或者吉他 这么那样的普及 可是呢 它有它的美处 所以呢 在普及方面 专家应该尽量的努力 比如像唐老师 是不是 就是在温哥华 就尽量努力推广这个 直到现在在中国 也有许多 那个 名古琴家吧 比如我自己曾经 也学过一点古琴 那我的老师 李祥廷老师 在国内是非常有名的 他也是尽量的在 推广 所以呢 如果是有老师教 就会有学生 学生呢 以后又做老师 再会教下去 所以呢 我觉得 还是继续会传承 并不会消失 可是呢 大概不是一种 大众的音乐 这个我们是应该 公认的一个事实 是不是老师 我可不可以插 可以 没关系的 插嘴 我觉得再加上 那个 自弹自唱 一般之外 因为现在年轻人 大家都喜欢唱卡拉OK 什么的 所以让他们那个 你要给人家做一个 很好的榜样 自己他会啊 他会唱那个情歌呀 我觉得这样子 更会引起人家的兴趣 可以呀 没问题 好的 感谢三位嘉宾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稍作休息 一会儿回来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